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搬这个塑料厂已经有28年了 然后我们就到绿维车农场这个项目是从10年开始 中国的绿色蔬菜对我们的健康很多都不能保证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健康的产品直接引到中国来 所以我们当时发现到这个产品的景景非常好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是中国的市场是很有潜力的 因为有技术社的好处就是说健康不打农药 然后我们现在做这个项目每天都非常高兴 然后让我们最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真正吃到绿色产品 因为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民俗对我们的能力也是做出贡献的一件事情 因为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土地的污染空气的污染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去做的 我们现在的绿维菜蔬菜 我们第一就是说在整个超市推广 然后我们现在是还有自己的转营店 转卖店 体业店 然后我们的转营店最主要是体业 让所有的老百姓来到我们的转营店可以美费去尝试 我们整个水系统跟温空系统 电气系统 我们当时考察了很多地方 包括我们中国 所以对我们的操作来讲 如果当中如果一坏的情况下 那我们损失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选择比较成熟的 比较安全的 就是浩根道跟科迪马公司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浩根道的控制系统非常整确 对我们整个绿窝车农场起到绝对性的作用 科迪马公司的水存环系统 它是对我们的水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 每天可以顾虑 每天可以营养的解册 然后每天可以加营养 每天可以消毒 全部自动化 在水循环方面 通过浩根道和科迪马的共同相互配合 我们的水可以达到二十四小 使得循环灌溉 而且我们可以自动地去添加肥料及过滤 对于整个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赤品率 而且有效地降低了病虫害 使我们的产量大大地提高 而且它们的水循环控制 在世界领域中非常的出名 而且它们根据我们的需要 可以定制机器设备 在环境控制方面 通过浩根道的EC系统 可以自动地去检测空气中的温度 湿度及光照以及其他的元素 我们再去控制大盆内部的各样的设施 包括科迪马的系统 而且员工可以通过iPad 或者是笔记本 可以远程调 遥控大盆内部的温度湿度 调整这些数据 不需要员工一定要待在大盆内部去操作 然后整个大盆内部 可以通过浩根道的系统 自动去达到环境的一个控制 它自动地开启自动关闭 而且水循环这一方面 它可以自动地添加营养液 是更加的均匀 使蔬菜在生长的时候更加好 所以这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 和能源的损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这边